哈囉 三花小貓 它這個全部都是油花 超香的 一個超大一個 好特別 謝謝 哈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是二姐 我是S哥 歡迎收看明古屋第四集 今天我們要去哪裡 我們要去潛深層 對 我們要去那裡 參觀擁有超過400年歷史的全三層 而且那裡的天守閣 是目前日本現存十二座之中 駐古老的木造天守閣 同時它也是五座國寶之一 然後我們還會去承下庭 承下庭它那裡有保有 從江戶時代到昭和時代的建築風貌 那裡整個是古色古香 超有懷舊氣氛的 我真的超期待 然後那邊還有很多老字號的小店 那我們就開始出發吧 家裡附近也有這個客多美 其實台灣應該蠻多客多美的分店 然後它的起源就在明古屋 所以明古屋的早餐文化是非常盛行的 就是你點了一杯咖啡 其實各個咖啡店它都會在附你一個 吐司啊麵包等等的 超經典 OK 我們現在從門家附近的 酒屋大通一號出口 進來了 然後我們要搭乘這個銀通線 OK 先搭乘銀通線到達明古屋車站 GO 我們搭乘呢 其實這次都沒有買什麼交通的票券 然後都用那個西瓜卡 就是我是直接用Apple Watch 然後它是直接用iPhone 如果你們要用西瓜卡 就是那些交通卡的話 好 這個閘門 它上面有IC嘛 然後還有鍵口 要看任由這個藍色的IC 然後手這樣子逼過去 你就可以進去了 進站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這邊 有3號跟4號 那我們要去明古屋車站嘛 所以走4號 好我們到達明古屋車站之後呢 我們要去坐明鐵線 就是搭機場的那條線 明鐵線這邊才能搭去那個全三層 那我們到達這邊就是明古屋車站的明鐵站 那我們最主要是要在這裡買那個套票券 這邊有個Center 然後這邊就是入口了 左邊是自動販賣機 自動購票機 剛剛他們好貼心啊 你看他還這樣子擺 這個是紙的 紙的就是你的要去城 現在要進去的那張票 然後他先幫你放紙的 然後第二張就是你回城的票 然後再來是全三層的 那個進入的兌換券 然後還有有樂丁院的這個折扣券 然後美食的折價券 然後收據這樣 美食折價券可以折什麼 還是有配合的 有配合的 然後你看他這邊有給你地圖 然後地圖上面有配合哪一些店家 然後折多少 等一下我們可以去找 好 那我們買完票之後呢 這邊有票券 好 然後就從這個北改閘口進去 好主要就是看這邊有沒有 這邊有個1號 然後1號就是去全三的 然後看現在 比較快的應該是第二班吧 11點11分的 我就是每一站都停靠的 那現在感覺比較快的應該是準 11點11分 好 那我們就往1號月台去 好 這個月台其實很多車 然後你們要怎麼去分辨說 這些車到底有沒有到全三呢 其實最主要 要看右手邊這邊 這邊其實有時刻表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兩個時刻表呢 它其實是往全三的方向 然後這個時刻表呢 它就是往另外一個方向 所以這邊 這邊其實它會對照說 欸不同的顏色 它的特級跟級型 或準級 或者一般普通列車 到底幾點到達 然後到底有沒有到你想要去的站 你就可以看這個下面 看到這個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子 亮亮的有沒有 然後綠色再亮了 你就可以在綠色這邊排隊 等待上車 通常我們去全三層逛的時候 都會有兩個站 一個是那個全三站 一個是全三遊園站 那這兩個站呢 你們是想要先去全三層 還是先去逛這些老街 那如果你想要直接先逛老街的話 你就會坐到全三站 然後下車之後 走這邊 大概15分鐘左右的時間 你就會到這個老街 然後你就一直逛逛逛逛 逛完這個老街之後 你就會去等這個全三層 那去完之後 你就直接走到這邊 這個全三遊園站 然後直接搭乘車回去 那我們剛才所購買的那個套票呢 就是你要在這邊下車 或者是在這邊下車 或者是要在這邊上車 在這邊上車 都是可以的喔 好我們從這個 全三口下車之後 就往這個 北改雜孔這邊 出展 那就把你剛剛的票插進來 好然後它就回收了 那我們要往這個西出口的方向 就是西出口的方向 就是西出口的方向 才是往那個老街的地方走 好 這邊走路會經過這種 河府的出現去 好大概走路齁 就是15分鐘左右 那我們就會來到這個街 新柏營區 這裡面有很多商店耶 這邊也是有一些日式料理店 哇 然後你東西買一買那邊都 我一直可以吃耶 裡面比較溫暖 這個是不是 喔這個一次100日幣 然後寫了之後 你就可以放在旁邊 像大家這樣子 有一些銅碗啊什麼的 青蛙 有好大一根冰淇淋喔 這邊過去也是有一條街 我們來看看好了 有賣這種生銅魔燒 哇這看起來太好吃了吧 賣了 三花小貓 我們來吃看看 飛駝牛壽司好了 二姐現在要來吃那個 飛駝牛壽司囉 看起來它的油花還不錯 然後沒有說太熟 二姐真的可以正式 飛駝牛真的是 咬起來比較Q比較彈 它這個 全部都是油花 超香的 不輸那種和牛 等級也很高 然後下面的醋飯 就可以增添那個解膩的味道 好好吃喔 你們來這裡一定要吃 這還有一口 好幸福喔 這裡又有一條街 對 去看看 類似像 三五香 哇 它是裡面有加那個嗎 飛駝牛在裡面喔 對 那好像畢獅喔 好香喔 好香喔 它這裡面也有牛肉耶 所以它應該是 都是飛駝牛 然後味道是不一樣的 這個它就寫什麼 北海道奶油 它其實上面有 有一點這種 這是美乃滋嗎 是美乃滋 然後它的裡面 是這樣子 軟軟糯糯 然後這個吃起來的麵糊很好吃耶 那我們先吃那個肉好了 把肉找出來 牛肉的話吃起來也是QQ的 但 就是沒有像剛剛我們吃那個 壽司油花這麼多 可是也是好咬的 有牛肉香氣的 接下來吃另外一個 它這個上面啊 因為這個 旁邊北海道口還是有蔥嘛 然後這個就是上面比較多柴衣 然後這個裡面是有魷魚啊 不對 是章魚吧 這才是真正的章魚燒 然後剛剛吃的那是飛駝燒啊 原來是各樣啊 然後它這個章魚燒的話 外面這個醬油就是 一般那種比較偏形的醬油 然後還是有淡淡的一種 一點薑的味道 很好吃耶 這裡說這個也好吃 這個味道就比較重 哇 欸師哥 你買什麼 這個蟹肉 哇 超香的 好 這超香的耶 是這樣子500 好香 蟹肉的那個味噌湯是不是 對 它的一小塊蟹肉在這裡 是比較偏甜的那種味噌湯 味道真的很濃厚耶 不會死鹹 然後有甘甜的味道 會回甘的 很好吃喔 哇 我們剛剛點的 飛駝牛烤肉 來了 那我們來吃看看 這個烤肉串 這個就比較還好 就是它沒有什麼油花 就是牛肉味比較重 但是也是不會很柴 這個就 特定的不點 好可愛喔 有一個飲料的蘇打水 然後還有這種布丁 好好吃喔 好香喔 欸我聞到那個香氣耶 嗯 但它有點鹹 喔 它醬油有點弄太多 然後裡面是米 那一般的醬油不一樣 嗯 很香 這個就是要吃醬油的香味 還有它焦焦的香氣 我們來參觀一下這種手工藝房 然後它這種是那種 皮的橡皮頸 扒髮圈 這個是犬山的五瓶餅 五瓶餅很多地方都有 我來試試看這一家 比較有名氣的店家的口味 它現在看起來外皮是有點焦焦的 然後也是有它那種 撒上五瓶醬的那個醬汁 嗯 這個這家難怪最有名 超好吃的 你一入口要啊啊的時候 你就可以聞到它那個味噌的香氣了 它就是有一個炙燒烤的那種烤物的香氣 然後吃進去是甜甜的味噌 然後有醬油的那種鹹度 然後它的糰子也是那種米飯做的嘛 然後烤的微焦微焦的 外皮是有點酥酥脆脆的 真的好好吃喔 這個是這幾天吃到的五瓶餅 第一名 你們來犬山一定要吃這一家 好好吃喔 我們來到了一間那種好像是玉的專賣店 你看它這個超可愛的 它這個玉它居然做這種三花貓的造型 我剛剛在看這個 你看 它這個手鏈是有貓耳朵的 我來戴看看 好可愛喔 它還有做這種耳環 稍微比一下 因為我是比較少帶耳環 它這個可愛到很想買耶 這樣 買了好可愛 它這個是勾勾的 有點像小米粥 感覺喝起來很暖胃耶 等一下來喝看看 我來喝看看喔 好特別 因為你一聞進的時候 你會聞到一種發酵味 它是臭臭的 臭臭的很像那個 講難聽一點很像那個 臭卡秀的味道 然後喝進去是酸甜酸甜的 然後慢慢的又是 不可以接受 因為很濃 然後 沒什麼酒味 然後有甜味 然後口感很綿密 很像粥 接下來我要吃看看這個魚頭 超肥美的耶 這種魚好像比較常在那種buffet的一些產品 有烤這樣子 這個魚超好吃的 剛剛一入口 真的是驚豔到不行 脆皮脆脆的 然後比較沒有魚鱗的感覺 應該也是比較沒有魚刺 然後一進去那個肉質是細膩的 很鮮美 再來它整個烤得酥酥香香的 它有灑一點鹽帶出整個魚的那種鮮甜的肥美的味道 這魚很好吃耶 現在要去買年輪蛋糕 它好可愛喔 這個造型 來吃看看 他們家的年輪蛋糕吃起來是濕潤的 而且是很綿密的 不會太乾 不會噎到喉嚨的那一種 吃起來是有點微甜 是很舒服的 然後越吃越有那個麵粉的香氣 那我們來吃看另外一個 插進去是感覺比較在扎實一點的喔 我喜歡這個 這個好酷喔 它吃進去竟然是有點Q彈Q彈的 然後吃進去是那個麵粉還是麥的味道 很香耶 我知道了 這一款更有奶油的味道 我沒咀嚼然後那個奶油的味道一直出來 嗯 嗯 這好好吃喔 然後尾韻還有一點那種 焦糖的味道 嗯 哇 它上面可以選冷的或熱的耶 好貼喔 剛剛吃好吃的是這個玄米口味 這邊也有抹茶耶 哇 這種包裝送禮也超適合的 好可愛喔 它是長這樣子的 一小格一小格的 這邊也有賣一整個的 大盒的 它裡面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可以再自己切 大家來這裡可以找找看 只有一個馬蹄鐵是有愛心購物 我告訴你們在哪裡 全三層的杯子 滿多種的 全三層的應該是除鐵 好 這個有五瓶餅 這可以買回去自己用 這可以買回去自己用 這好要烤耶 好烤笑喔 嗯 還有醬 那很不錯啊 家裡烤箱自己烤 欸 好像可以喔 這邊好酷喔 這裡有一個叫真鋼神社 然後臨著左邊就是山光稻荷神社 居然他們是這樣相鄰著兩個神社 那我們今天的話就是先走這個到狠神社 遠方這邊還有一個那個犬山神社 這個可以盡手 這個可以盡手 呃 超冷啊 超冰喔 這個神社走上去就很三層 上去 可以平座都有幾千 超多人來祈求愛情阿 練情順利 好可愛喔 洗錢的 大家可以在這邊洗錢 好可愛喔 這個是方向嗎 我們現在用這兩張的入場券 然後到旁邊這裡可以換票 哇 全三層 好壯觀喔 我們等一下就是要到上面那邊 去瞭望整個全三層的風光 要幹嘛 裝鞋子 因為我們進去要脫鞋子 人家這是國寶級的建築 好可愛 他們就刷一個袋子 然後我們要上去囉 很斜 真的超斜的 哎唷 而且一步很大一步耶 這個真的要爬好 這邊有些看觀的 有一些武士裝嗎 哇 超美的耶 然後前面有湖後面有山 這個在風水的時候是不是寶地啊 天啊 另外一邊的一扇窗 噴出去又是不一樣 有細水長流的感覺 河水支流天氣 哇 我們看這個階梯 這麼窄然後這麼大格 大家小心 它這個地板是有點這樣子斜斜粗粗 然後它這個圍欄其實沒有很高 所以你們來的話要小心一點 哇 太美了吧 而且現在是有點快夕陽要下山的感覺 好漂亮喔 站在這裡就會覺得什麼 煩惱啊壓力全都沒有了 狠心放神怡 然後美景盡收眼底 超美的 大家有發現它的那個階梯比較陡 其實是有個小故事的喔 他們古時候在預防敵人清洗的時候 故意把街梯做得比較陡 比較難爬 就是讓他們自己有一個 手背手遇的一個空間 哇 這個おみやけ都是有做這種全三層的那個造型 好酷喔 有那個猜拳的餅乾 也有貓咪的餅乾 手魚煮 這個是不是吃起來就是乳雞翅啊 醬的喔 口味的 好可愛的煎餅喔 L夾 L夾 哈囉大家 現在二姐在全三層這邊休息 那首先呢 要先跟大家講一個比較悲傷的故事 就是我跟S哥本來有定KK Day上面的一日圈 就是去那個白川鄉和長沖的行程 可是因為這幾天大雪 他現在發誓是沒辦法上去 其實廠商的回復是這樣子啦 我們不會覺得太傷心啦 就覺得反正有機會就去 沒機會下次再去對不對 回程的時候 我們就是走來這個犬山遊園站 不知道有沒有冷凍好的 回台灣吃是不是 對啊 超好吃欸 我們回來的時候再買一串 我們回來的時候再買一串 好 等下 開玩笑 在這幾個月 在這幾個月